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被等她了 什么 让她天天不注意卫生 现在生病了吧 是啊 我们最近别找她玩了 那我们自己去逛街吧 真扫兴 算了算了 今天没人替我拎包 不去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几天都不要去双双家 矫情啊 双双她什么了 你干嘛这么说她呀 我本来想带她去逛街的 没想到她竟然感冒发烧了 哎呀 我还以为说出什么事了呢 这感冒发烧不是很正常吗 你知道个啥 现在是秋冬季节流感高发 你们抵抗力差的呀 千万别去她家 等下感冒了难受的是你们自己 这样啊 那这几天我们要多注意一点啊 是啊 是啊 老师傅 老师傅 你躲房里干嘛 婆婆我发烧了 后来有点痛你先别进来 你快开门啊 生病了躲房里也好不了 不行啊婆婆 我怕影响到你也感冒了 你怕什么 人次无骨杂粮 生病是很常见的事情 你现在要科学对待 快点开门 不然婆婆又生气了 小孩子感冒了就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啊 你一直关着门窗 空气怎么排出去啊 不是婆婆 现在人好难受 你等一下害你也感冒了怎么办 婆婆身体好整了 我答应过你妈妈要好好照顾你 婆婆一定会做到的 你呀 现在就多喝水 安心在家休息 我出去一趟 嗯 好多婆婆 嗯 阿尔森 酸酸她怎么样了 感冒都有一个疗程 哪有那么快 诶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平时拿来煮凉茶的 我差点回去煮给酸酸喝 阿尔森 不是我说你 酸酸又不是你的亲女啊 放着走你在跑前跑后了 给她做这些 等下你也感冒了 谁照顾你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要是生病了 你妈不管你 你还能笑得出来吗 你呀 还是多穿件衣服 别等一下也感冒生病了 我才不会了 他抢 你惹你 我来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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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化了 什么样的 我来自然的 我把队给你 我要来自然的 一點 阿媳妇 把这个苦瓜根喝了 再把这个药吃了 婆婆 我好没胃口啊 我媳妇得了什么重症啊 傻孩子 想说什么胡话 不要自己吓自己 可是婆婆 我现在还是好难受呀 生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自己的心理 我们要勇敢面对 没事的 过两天就好了 婆婆 我会特长好自己的心态 哎呀 今天的鸡鸭都还没胃 肯定饿坏了 你快吃 吃完记得拔药吃了 好多婆婆 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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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阿媳妇 阿媳妇 阿媳妇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工作了 做事情猫手猫脚的 放那边吧 你去吧 好的 婆婆 你慢点跑啊 快点 你看 就在前面 你看 就是这里了 走 老板 你们这是还要再招人啊 是的 但是现在只要再招一个就够了 现在怎么就招一个了 那小琴你先上班吧 我再看看 那你们自己商量吧 今天有活动 这些传单必须发完 好的 老板 现在就去 小琴 要不然你在这边上班吧 我再去别处看看 哎呀 说说完 今天不是也没什么事吧 你就帮我起发嘛 哦 那好吧 走 春去秋来 我怕等不到你的爱 又是雪花着落的季节 谁能看见我心里的爱 小琴 你这么快就发完啊 酥酥 你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小琴 工作就要认真嘛 发从那也不会很累啊 你真是死脑筋 一点都不懂得变痛 那我生气把这些发完 好 下午去 小琴 我发完了 我们回去吧 走吧 今天发传单的工资先给你 老板 这个工作是我先找的 工资应该给我 什么 我看见他那个工作呀 你别为我是瞎子没看见 都是我发的 他只是来帮我的 你是有发呀 你都搬到垃圾桶去了吧 你家酸酸是吧 你就来我这边上班 今天你就先回去吧 明天别忘了准时过来 谢谢老板 小琴 你刚刚确实是你不对 你不应该把床单扔进垃圾桶 我们工作还是要认真对待的 酸酸 我还要找你教吗 哦 你是青岛执照一个人 想签我工作才故意那么卖力吧 小琴 我不是 肯定是你跟老板高赚的 亏我还想跟你介绍工作了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小琴 老板 这个双双实在是太讨厌了 我好心好意带她去找工作 转头就去污蔑我 害我丢了工作 她倒是站了个好位置 那你今天不是被她狠狠地看了一把 这个双双还真是人不可貌相 就是啊 别看她平时一副能处无害的样子 肚子里的瘟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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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了去了 这阿罗瘟瘟可太厉害了 交入这么一个两面三道楼瘟瘟瘟 那你就这么认了 我可不敢跟她多说点什么 这么爱高中 我估计跟她说我签证都会知道了 小琴 你太过分了 还在这边颠倒是非 怎么 你敢做出来还怕我说呀 我刚回头跟老板说了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才这样的 老板已经让你明天去上班了 你 你有这么好心啊 不信你自己打电话我 还有就是老板给我的钱 现在给你 老师傅 你回来了 普普 我今天好不开心 今天为了一份工作少了一个朋友 老师傅 谁工作认真都会被看在眼里 只要自己没做错就不必要难过 双双 阿尔神 双双 这是你盖德的工资 今天的事是我不对 还验完了你 我已经跟老板说了 明天你去上班吧 小琴 你和双双都是朋友 学工作都一样 以后啊 你工作要认真点 不要再麻糊了 知道吗 双双 今天是我不好 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对不起 阿媳妇 小琴她能过来 就说明她也想改变 嗯 小琴 我原谅你了 明天还是你去上班吧 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 对工作岗位负责 你一定会得到认可的 谢谢你 双双 好了 你们今天也辛苦了 快坐下来一起吃饭吧 好的 谢谢阿尔神 好的 谢谢阿尔神 感谢观看